現在有很多的流浪教師 從臺灣頭找工作 一直到臺灣委 甚至到了外島 都找不到老師這樣的工作 但是現在在學校的體制當中 卻有很多問題教師 可以說是偉大不掉 根本沒有辦法太患 在臺北市的松山高中 有一名張姓的國文老師 不但常常畫符咒 做法 揚言要對其他的老師不利 甚至還在課表上頭 寫下了絕子絕孫這樣的恐嚇字眼 上課的時候 他也常常搞失蹤缺課 而學校方面卻是視而不見 絕子絕孫如此很多詛咒字眼 竟然出自一個國文老師之手 就寫在同校松山高中老師的課表上 甚至這位張姓老師的座位上 還擺了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娃娃 因為某個老師或是某個主任 組長對這個老師的做法 可能不同的看法 給他糾正指導一下 就寫了絕子學生擺證 去給外面的老師所謂的老師看 老師說這叫擺證 行為離譜的張姓老師 卻在松山高中教了十年 而學校唯一的處置 就是把他從普通班調到了體育班 從此之後他不出作業給學生 而且缺課缺很大 又常常搞失蹤 這個老師在這五年當中 一直裝瘋賣傻 為了就是把你們安排到體育班去 擔任這個所謂的國文的科任老師 他可以藉由擔任這個體育班的科任老師 然後說他有助於行政 每個禮拜可以掃四堂課 那如果你把他安排到正常班去 要寫作業 要改作業 所以他就假裝精神有問題 體育班的學生沒有受教權嗎 因為我來不到一年 所以之前不了解 這學校也有在做處理 校方和教育局互推責任 而這名張姓國老師 現在還要申請退休 讓議員質疑是官官相互 放任問題老師 傷害學生的受教權 明日新聞陳惠文 葉晨豪台北報導